過去國瑜兄你講過說 高雄相信給國民黨執政 給民黨執政20年 現在完全不欠民進黨 高雄又老又窮 各樣可以蕭條不得了 我的政見非常清楚 就是告別貧窮迎向陽光 台北去拚政治 高雄我們來拚經濟 那當然那時候說 你怎麼罵高雄又老又窮 後來陳其邁兄來說 我也告訴他你也講過這個話 高雄所面臨的四大結構挑戰 四大挑戰 人口結構老話不是老嗎 財政困難舉在空間不是窮嗎 所以只是措辭不一樣 你們都看到同樣問題 所以期待你們什麼 在解決方案上面有所差別 讓我們有更好的選擇 OK 我那時候會挑戰陳其邁 你要發展經濟首都AI城市 可是過去高雄的副市長裡面 通通都是政治科班出身 很優秀的政治人才 李永德 劉士芳 陳其 不過現在都是 所以後來這個 其邁兄就說 如果他日後當選的話 他會延攬產業界人士來當副市長 OK 那當然這個部分有提到說 陳其邁批 鄭林批說 韓國瑜你根本就不接地氣 韓國瑜十個字霸氣的回嗆 這十個字到底是哪十個字呢 麻煩國瑜兄你跟我們說明一下 你用哪十個字霸氣回嗆 說我哪不接地氣啊 同樣的這個高雄 這個有一位老師叫蘇嘉鴻 他說這一次的高雄市長選舉 不是本土或空降之爭 而是一場比認真程度的選戰 高雄人在意的是候選人認不認真 您的十句霸氣回憶是哪十個字 大概他這個結錄十個字 大概就類似不抹黑 每一男不抹黑就不會選啊 像這樣子 其實他沒有什麼特殊的資訊 一個用詞就對了 沒有 至於接不接地氣 我不好意思講 我是比其邁接地氣太多了 這個是不可以比較 這個簡直是天差地別 你說論外型 論長相跟儀表 陳其邁肯定優 我問過最少一百個女孩子以上 99個都不喜歡禿頭的 大概一百個女的都不喜歡禿頭 你現在從外型來看 其邁他就要占我很大便宜 戴個眼鏡 思思文文 講話 溫良恭儉對不對 一定婦女票比我多 我每次都稱讚他長得比我俊俏 對不對 但是這是他優點 是 抱歉了 他是 我是接地氣的 我在台北農場 幹台北農場總經理 四年三個月 我睡菜市場四年三個月 而且我們菜市場旁邊是魚市場 半夜那個魚味道就飄進來 我們一樣甘之如意 因為這對我來講是一個工作 再不好意思講一個小秘密 我當了三屆九年立法委員 很多立法委員西裝筆體 臨戴這個當然OK 旁邊一個張 立法委員是金的嘛 曾經的立法院長 送了一個小小的國會議員 跟立法院說實在的 跟我最要好的 一定沒人敢相信 端茶的 裡頭髮的 修皮鞋的 賣蜜餞的 全部是我非常要好的 因為我看到這些 我都當哥們一樣 是 那裡頭髮一看到我就高興 修皮鞋看到我賣手錶的 在立法院旁邊福利店 都還有倒茶水的 因為我們是真的將心比心 尤其我以前當警衛 當街現身 白天讀大學晚上當警衛 我們知道這些基層人 他的心理 他一樣有他的自尊心 一樣從工作上 得到他的成就感 跟養家活口 所以在接地氣這一塊 不好意思 我比陳其邁強太多了 因為我真的從來沒有 所以地氣不應該只是一種 地緣關係 更是一種階級的基層性 基層的認同 不管是勞工 農民 漁民 你看到我喝喝酒 唱唱歌 大家抽根菸 然後開始大聲講笑話 這個我比陳其邁強太多 但是外型陳其邁比我強太多 外型你也不要勸 這是麥當勞做這個父親節的廣告 你看一個漢堡中間 也有一個小禿頭 也很可愛啊 對不對 這個禿頭代表男人的勇氣 對不對 頭頂天 腳立地 我剛開過你玩笑 韓國瑜不用生髮水 但是高雄需要有一杯昇華的水 這個城市需要昇華 OK 我們回到這個青年的政策 高雄其實我們常常關心 那個城市一樣 沒有年輕人的城市 絕對沒有希望 我有錢都是假的 產業多發展 那都假的 要讓年輕人留下來 過去有個汽車廣告說 別讓這個城市留下你的青春 卻留不下你 我們的青春在這個城市 到了要混口飯吃的年紀 紛紛離下背景 這是一個很悲哀的一個敘述 OK 那我們來看看 譬如說國瑜兄 你過去也提到一句話說 民進黨沒有為高雄的年輕人 找到一條回家的路 所以在青年產業政策部分 你提到說高雄青年要三創 創新 創意與創業 你也提到說三創 包括創新 創業 創業 部分要做一個創新的平台 甚至要說這是一個什麼 一個腦力創新的引擎的競爭 這部分您可不可以跟我們大家做 進一步的敘述 高雄年輕人 現在四分之三離開高雄 四分之三 四個年輕人離開了三個 所以高雄 包括我們現在是 思維小姐在這裡 開同學會 很多都在台北開同學會 明明是高雄學校畢業的 為什麼 同學大部分都在北漂了 那這是一個事實存在 第二個 今天台北回高雄 有兩個年輕人 一個是台灣參加奧運金牌的 可是他坐的是火車 另外一個呢 每天吃的肥肥胖胖 他坐高鐵 請問哪一個會先到高雄 高鐵啊 當然是高鐵 因為載具不一樣 對 載具不一樣 那如果這個城市的載具不一樣 你今天把一個22歲大學畢業生 放在上海畢業了 放在深圳 放在越南的胡志明市 放在菲律賓馬尼納 放在高雄 請問通通是各地畢業22歲年輕人 誰的機會大 哇 因為載具不一樣 載具不同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認識到這個問題 就是說當我們的環境 已經變成這個樣子的時候 怎麼辦 所以我不客氣地說 再這樣下去 高雄年輕人一定一樣 沒有發展的機會 四個有三個離開高雄 四個三個 有點恐怖 等一下我們實際教育他可以 開同學會基本上都在台北開 那這個是一個事實存在 我不好意思當面講 可是真的都在高雄 我是說真的 我每次都沒參加到 那有的小學同學 有的初中同學 有的高中 很多同學都在台北 同學很多朋友就北漂了 四分之三 這個數字都可以統計的 74%左右 那我們怎麼辦 我們又想到一個問題 我們看我們隔壁的菲律賓 我們看不起菲律賓 為什麼我們經濟比較成長好嘛 菲律賓經濟比較差 可是不要小看 這兩年來菲律賓經濟成長 都是6%以上 那這個是要讓我們小心警惕的 為什麼 人家國家在進步 菲律賓有什麼不一樣 換了一個總統 杜特地 菲律賓以前總統叫 阿基諾三世 他採取對撞理論 南海跟中國對撞 美國買武器對不對 好 中國也棄得要死 菲律賓也棄得要死 大家軍艦對抗 那菲律賓軍艦弱 就要請美國跟日本支援 然後打荷蘭海牙 為了南海問題 打國際關係 換了一個總統杜特地 你看杜特地到底做了什麼 平行而來他什麼都沒有做 就做了一個打口炮 我的阿公 中國人 我的美國我們幾十年哥們 雖然我現在要長大了 但是我絕對不跟你對撞 日本好朋友安倍 然後大陸給他四千多億 日本給他兩千多億 美國送他軍艦 他還沒有講話 他一個口炮撞到一兆台幣 他只有打口炮 他到底做了些什麼 菲律賓還是菲律賓 八千萬人口還是八千萬人口 然後教育水準 到某一個限度 還是某個限度 通通沒有變 就換了一個總統 他知道菲律賓要生存 必須在這幾個大國之間 尋找自己最大的利益 高雄不是一樣的 我們知道我們比不上台北 我們在大南海要開發的時候 高雄財政也不夠了 我們要怎麼辦 很簡單 你必須要換一個市長 這個市長不見得是我 也有可能是陳其邁 但是一個市長的人格 就會影響到這個城市的人格 跟他的性格 那這個性格 就會影響到這個城市的發展 所以這次高雄相信你要選擇 我講你對高雄現狀很滿意 各方面都非常好 你一定要投陳其邁 一定要投他 如果你覺得高雄現狀你不滿意 經濟發展你也不滿意 這個城市覺得活力不夠 你希望政黨能夠輪替 那當然我就有機會 我大概就講了這樣 OK 非常開放一點 OK 這邊有一個新聞也有趣 民進黨的高雄市長部主委的趙文嵐 我大概看過他一次 趙文嵐他說 韓國瑜你就放了國民黨 這些議員小雞一條生路吧 他笑說很像你帶不動這些小雞 不過我看最近也蠻有趣的 像這個李雅芬 他就跟你一起樹立第一張看板 叫做攜手改變高雄 OK 他說韓國瑜母雞帶小雞 手面看板出立高雄 這李雅芬 那另外還有一個我在網路上很有趣 一個叫韓式滷肉飯 聽說 個人說肉食飯 你說滷肉飯聽說 沒到在地 對啦 這個工不開口 聽說沒太夠 這個邱雲軒也是林元鄉的一個 一個 第一次參選是不是 第一次參選 他三次參選過 OK 有趣啊 他在網路上弄一個直播 我大概看了一下 因為我看你也在那邊煮菜 然後邊講一大堆 好 什麼叫做韓式滷肉飯 這是什麼氣味 這是幫高雄人特調的一碗滷肉飯嗎 聽你的想法 這個邱雲軒 這個是一個小插曲 OK 他就弄一弄飯 弄一弄菜 讓韓主委來做做菜 然後弄一點肉食 攪拌一下來吃 然後跟年輕人一起分享 他沒有什麼特殊的 就是讓大家分享 然後除了政治硬邦邦 冷冰冰一塊 也希望暖烘烘的 跟庶民啊 一般民眾的 因為滷肉飯最代表 全台灣都知道滷肉飯 但是高雄在地也是說肉食飯 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常講這個活動我喜歡 我上次好像跟你聊過 我說那個波歐 那個以前菲律賓有一個 演那個電影明星 他說小咖 都是演那個仗義行俠 那種小角色 後來他想不開 突然說他就選總統 在2004年參選菲律賓總統 就沒選上沒多久也死掉了 很可惜的一個人 他有一次記者訪問他說 你這樣選不住 你的證件是什麼 他說三個 我只關心老百姓三件事情 早餐 中餐 晚餐 那個滷肉飯事實上 就是一種早餐 中餐 晚餐的感覺 起麥你也拚一下 你也拚一下滷肉飯 我覺得真的 我希望你們兩個 好好兵幫高雄拼這個 早餐 中餐 晚餐 OK 剛才講到看板 這個所有要參選都 跟你們聊一下 叫 康帆心來味 假設有這樣看板 你未來選舉 你的資源就有三塊廣告看板 分別在三個特定的記憶 你要講個什麼話呢 你上面要寫什麼呢 對三民區的綠營的選民 比較多這個句 你跟他們說一句話 你要說什麼呢 綠燒 打造高雄全台首富 OK 因為高雄是全台灣最有 可能性跟潛力 變成全台灣最有錢的城市 是 中國大陸政治中心在北京 中國大陸最有錢上海 美國政治中心在華盛頓 美國最有錢在紐約 如果高雄越來越聰明 三民區越來越聰明的話 大家知道了 以後政治台北重心 高雄全部拼經濟 你應該告訴他說 鈔票是綠色的 鈔票是綠色的 非常好 鈔票是綠色的 好 第二個看板 這高雄我最關心的這位朋友 對加工出口區的眾多勞工朋友 包括在中鋼上班 中油上班這些人 你想跟他們說一句話是什麼 勞工一樣 我想還是恢復到那個 賺錢 賺錢 再賺錢 OK 錢 錢 賺錢 我不用複雜的理論 我就是這樣直接採錢 你說這樣還叫爽 沒有關係 我講的爽夠了 我到高雄就講的很土很土 讓我們賺錢賺錢 就是一口飯 就是一袋錢就對了 我在這邊會掛這個 讓我們賺錢賺錢再賺錢 好 那第三章在高雄的看板 如果放在左營區的傳統 軍工教朋友比較多的地方 你想跟他們說什麼話 把下一代教育的好 是高雄是未來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們賺的錢目的何在 賺的錢除了養家活口 就是要培養下一代的教育 這是我對高雄 左營地區軍工教所講的 我賺的錢 一定會讓高雄做全台灣第一個 中英文雙語教育的城市 OK 我們家那邊有一個新的 那個叫康喬梅宇學校 最近他要準備早晨 當然比較貴 那很多家長包遊覽車 就去參觀學校 我一點都不會有嫉妒的心情 我覺得合理 讓下一代有好的教育 或只是說如果公部門 譬如說前瞻基礎建設 多撥一些錢 像我們弟弟念的林口國小 那很多窗戶都還是木頭窗 對 給他們 我不是說整個學校都不堪 它有好的 但是我覺得說如果更多一點錢 那些平凡的小朋友們 念公立學校的小朋友 也有像康喬這種學校 有個游泳池 有個什麼 有個好的雙語教育 說真的 我認為那是對國家未來 真正最好的基礎建設投資 我再囉嗦一下 其實打得差 你今天一講教育 老百姓覺得我現在要賺錢 我已經快吃不飽了 好像教育對我來講 不是那麼重要 我趕快賺錢最重要 你要想得深遠一點 教育才是最重要 OK 教育才是最重要 最重要 OK 教育是根本的 OK 空戰陸戰雙管齊下 韓國瑜要許舒華 陳一鳴擔任發言人 OK 這個許舒華 大家都比較熟悉 現任國民黨籍的立法委員 陳若翠小姐聽說也是 他是現在的高雄市議會的議員 沒有 他還沒有參選 還沒有 也是參選人對不對 對 OK 好 看來顏值都很高了 那這個應該是這個 陳一鳴兄應該是比數值的 OK 為什麼挑這三位 來當發言人呢 有沒有什麼精心的安排呢 沒有 在地一定要找一位 在地一位這個陳若翠 他的口條 邏輯思維 各方面都很清楚 表述力很強 對地方也很了解 那中央這邊呢 因為隨時要有新的政策的變化 然後隨時有時事的變化等等 那中央這邊 陳一鳴委員是我們 等於是高雄這樣 那許舒華委員 他比較有青春陽光的感覺 所以跟他們面對面報告之後 他們欣然接受 那也就是未來 台北有兩位立法委員 當我們擔任 那陳一鳴委員是穿梭 是 台北高雄穿梭 那本地有一個 隨著選戰的加熱 發言人角色會越來越吃重 而且我這次的選舉 也是創下台灣地方史上沒有的 從來沒有人像我這種選法 我沒有後援會 我也沒有總幹事 也沒有什麼後援會的委員什麼 統統都沒有 就是這麼三個發言人 或四個發言人 沒了 我就用該打怎麼選擇 這就是典型的雲端戰法 雲端的特色就是 去中心化也沒有邊界 對不對 要的時候全部集合 結散立刻不見 不錯啊 因為每一次選舉都有說 後援會主委 副主委 樂樂等 總幹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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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起 我覺得那個疊床架 或者那種過去那種歷史都不用 我要一個嶄新的高雄 我的選舉口號也非常清楚 反正現在陽光跟燦爛的高雄 我整個組織都是這樣 完全沒有這些什麼 通通拆掉 都沒有 清清爽爽 直接呈現 這英文叫Present Presentation 我Present myself 就是告訴高雄鄉親 我要做這些這些這些 開始當支票 你們選我我會全力以赴 像CEO一樣 你不選我若選 我沒辦法 我覺得這個很清爽 OK 你剛才想Present myself OK 這是一個衣冠楚楚 不如苦幹實幹的時代 你選黨主席的時候 就你一個穿布鞋 其他都穿皮鞋 蠻有趣的 衣冠楚楚 不如苦幹實幹的年代 我想這個手板蠻有意思的 它不僅宣誓你個人 也宣誓國民黨未來 你好好走一條新的路線 跟民進黨拚一下 但是這句話背後 你看最近民進黨全代會 大家穿上型男的潮流 德國隊 OK 那模仿德國隊的穿著 展現一種非常都市化的 一種潮流風格 OK 我們看看國民黨 OK 穿個T恤 腰帶砸在這裡 被大家A了一頓 OK 我來看一句話 這蠻有趣的 Coco Chanel 他是個全世界最有名的服裝設立師 他說 服裝真正的目的 不在於修飾外表 而是展現你的本質 你怎麼看服裝政治學 這兩個黨穿著不一樣 國民黨越來越像民進黨 越來越像 過期的國民黨 這是到底發生什麼事 這當然 他們那個新安裝 當然也比較貴一點 我們這個T恤就簡單一點 其實恢復到質譜 有什麼不好 像這次我黨部沒錢 仔細想一想 也是美式一裝 因為你沒有錢怎麼打 你就真誠的去打 就努力的去打 贏了 哇 那是不得了的 輸了 你自己心裡面 也沒有什麼壓力 我覺得從來沒有過 國民黨幾乎黨產是零 所以最重要的是說 國民黨特別是你 從此不要再欠金主的債 對 抱歉我個人對政治人物欠金主債 真的 深惡痛絕 很痛恨 非常痛 你看到台灣多少的爛政策 都是為金主量身打造 講到我就生期待 不好意思打斷你 不會 另外一個就是說 在完全沒有黨產 小額募款 一些小小一點點也低 這個選起來說實在的 就兩個字很清爽 你沒有什麼心靈太重負擔 這個是很棒的 你要說你不是金山銀山嗎 你們過去國民黨沒有錢 這個不綁票 不綁裝不會選的 不會 我這個打法非常輕 直接速出選民 我要做這個要做 然後民眾開始化學反應 腦袋開始發酵 腦袋開始革命 那我覺得這個是對高雄人來講 大家腦袋都打了一個雷下去 OK 我記得我們當學生的時候 我們這個系裡面的辦公室 在系主任的門口 他貼了一個小標語 這是日本大阪工業大學的一句話 那這句話引致是 日本的前外相大平正方 他那時候是促成所謂 日本跟中國大陸關係正常化 那個時候的外務大臣 他多年後去北京大學演講 北大同學問他 說日本戰後一片廢土 你怎麼在20年的站起來 你們日本憑什麼 所憑藉最大的資源是什麼 大平外相講的這句話 放在一個工協院系主任的辦公室後 他說我們日本所憑藉最大的資源 就是沒有天然資源 想想看沒有天然資源的日本 創造一個什麼樣子的經濟奇蹟 你說大家現在經濟不好 再怎麼不好 也有它一定的底子 多想想 國民黨要學會沒有資源的作戰 一個沒有黨產的國民黨 才是人民可能對你有新的期待的 一個政黨 我們要禁閉事業之前 今天附近就要轉一個 有關附近的一個 很有趣的一個小廣告 一個開著貨車的爸爸 扶著他的小朋友握著的方向盤 這句話 有一天當你開大車的時候 你要記得我是第一個 讓你握緊方向盤的人 高雄首要之舞 換車吧 換一台能跑的大車 來益 接著